墾丁 墾丁是很多潜水人开始做海袭的水域 像我自己本身的海洋实习也是在墾丁 然后呢 当北台湾很冷的时候 其实南台湾反而水温跟气温 都还有很多人非常适合去去跳海 尤其最近这个墾丁有超级明星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墾丁的前点 也请到我们一直都跟我们30米 配合很多很多集的这个萱萱教练 现在不能叫你萱萱教练 现在叫你萱萱总监对不对 总监好 客气客气 你几岁拿到奥巴的啊 我12岁 12岁就是刚好可以的时候 刚好可以 那时候现在的法规是10岁 对啊那时候是12岁 那时候我的Open Water上面还有一个Junior 是那个你老爸教你的吗 就是他教我的 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经由他指导 对然后12岁到现在 你以为说你到了极致气皮 应该早就没有算了吧 很早就没有算了 就电脑表一直它归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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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应该一直都爱墾丁 所以你其实墾丁的前点 你这样算的话 你应该80%的潜水次数应该都在墾丁 对那可能有超过90%都是船 然后传钱 对这是你们的那个你们连体验潜水 都可以是船线 因为自己家就有船 所以aji Finland ears 对比较方便 我听说你最近都在修船 对因为在 queens 让有更好的品质 来做一下3.0的部分 对就是那个超前部署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对 为潜技要下天来之前要做完 肯丁潜技要是几月开始 肯丁其实一年水季都可以潜 那如果冬天的話 大概是東北積楓比較強 那你可能就一見五明一 或者再加頭套北溪 然後上岸就一個防風外套 其實就能夠完成在 墾丁所有的海域的潛水 其實反而像很多潛水人 有時候反而喜歡秋冬去潛 因為人比較少 對人少 然後其實東北積楓來 比較西側的那邊其實水域 像河界那一帶 像今年河界的水溫 它其實低的比較晚 到了11月多的時候 甚至還有才有27度水溫 27度 所以是還不錯的 所以我們11月那時候 我們是11月嗎 我們去墾丁 後來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去11月的時候 那時候水面上還有26度 對 其實那一次不冷 對啊 其實還不錯 像我是真的蠻喜歡 就秋冬或初春的時候 去墾丁那邊潛水 然後這個時期 雖然說 我們北部大概要東北積楓很強 但是那邊其實還是有很多的潛點 可以去 那墾丁其實也是 像我剛剛講的 很多人的 Open Water都在那邊拿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聊聊 墾丁的這些潛點 因為墾丁的其實 墾丁潛點我跳蠻多 像我們這樣 我們這樣拍兩集就很多 對 我拍其實跳蠻多點的 那墾丁的潛點它很多變化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區分 可以 我們第一個先來談 就是最近最紅的 Menta Point 對 人家打電話給你 都跟你說要訂什麼 就很多就是現在打電話 那個Menta的行程 什麼時候可以看Menta 或者是什麼時候可以預訂 那費用是多少 現在很多接到電話 都是來問Menta的行程 對 而且它最密集 其實今年喔 算今年 今年 聖誕節後真的是太誇張 我每天出船都看到 每天 每天 然後你說最多有幾隻 五隻 同時在水面上 那天大家船都要進港了 就很有趣 在29號那天的下午 原本大家都潛完要回去了 結果一台船我們停下來 然後另外一台也跟著停下來 結果原本我們在想 因為樓梯都收完 要放 又要準備回去了 結果看到一隻 兩隻 三隻 然後最後五隻就在我們船邊 所以我們就索性 樓梯全放 就全部又噗嚨噗嚨 就開始又下去了 那時候是真的 有時候非常非常的多 然後Menta其實也不太 不太會去理大家 就是牠吃牠的 我們拍我們 但是其實在拍Menta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的是 我們的動作 不要誇張到太驚嚇 讓牠受到驚嚇也不太好這樣子 對 其實我們大部分在拍 海裡的生物 就是盡量避免掉牠的動線 不要擋在牠前面 然後跟牠保持一定的距離 不要去碰到牠 尤其牠在密食的時候 其實Menta密食牠會一直轉 牠會一直轉 嘴巴張開了 一直這樣轉 所以你可以在牠側邊就比較安全 對 而且牠其實會 比如說從A點到B點 牠可能會再繞一個圓形 倒是會再回到你們的地方 所以你如果不用追牠 對 追牠沒有用 你就停在那邊等牠 因為我們也遊不迎牠 不可能 所以其實我覺得看就是 你第一個你不要擋牠在前面 然後第二個你也不要追牠 你就等牠就好了 尤其牠在密食的時候 我們這邊就有一些影片 這都是 這是那一天嗎 還是你們其他 這是前 大概在24號 這邊是11 這是11月的影片 這個點是在哪裡 就在北側花園 就北側花園 北側花園算是初級前年 算是很初級的前年 甚至連體驗前水 因為我們那個島神的底下 其實今年來 牠們小魚群非常多 所以下去牠可能 你不用餵食也不用 根本不用餵食的行為 人牠已經很習慣 人在旁邊有泡泡 所以牠就會過來 跟我們say hello 這樣子的方式 這就是北側花園的魚群 北側外面 其實有時候也會出現這種魚群 可是這種會比較少 這種魚群多半牠是可能路過 那可能最多這種魚群 會出現在小骨斷層 喔 OK 就運氣好的嗎 就運氣好 有時候可能還 甚至會有剝皮魚群啊 或是一群剛好游過去 剛好可以拍攝到這樣 我看到 這個人品爆發之後就看到這個 最近是不需要人品爆 太爆發就可以看到 只要你潮汐有抓隊的話 出船時間 那其實多半都還可以看到 前幾天還有看到三隻 三隻 對 同時出現這樣 最誇張的一次是在北側 然後我船停好了 結果就四隻Manda 在我們船的周圍吃吃吃吃 然後潛水員下去的時候 就這邊拔一隻 那邊拔一隻 他們就從水裡拍 所以他有幾隻大隻 他不太會去 對泡泡比較害怕 他就覺得可以 他甚至還有玩泡泡 就是在那邊繞圈圈的情況 像我去墨西哥的時候 那個巨星漫塔的時候 他會停在你的上面 是喔 對 然後你泡泡一直往上 他就停在你上面 然後再做那個按摩浴缸 就潑潑活潑 直接停在那邊 然後腹部就一直泡泡上去 他有時候故意停在你上面 所以Manda其實 我覺得他還滿可愛的 他真的很可愛 對 它比較大 但是其實真的很可愛 對 所以這個是就在北側花園 對 就在北側花園 它的周圍 其實有時候都可以拍到衛東區 就是因為他們也是吃 水面的餐廳 一樣 好 而且這周圍他水面 對 而且水面就可以拍到 像這個時候瘋狂的吃 所以也不理我們 有一點點浪嗎 水面是有一點點浪 那其實這種浪在我們 航安的允許情況 我們都會覺得可以 還是會讓客人下水 其實那還好啦 那個只是稍微一點點 沒錯 他多半都還在水面上 那像就是在游動的過程 對啊 所以就在也是 也是在禁食 這是他水游下去然後後來又往上 然後往上回到接近水面的時候 他會再把嘴巴的位置擋開 那曼塔他大部分都是在北側花園這附近 目前所知在出水口 就是有收魚群的那個出水口位置 以及我們的軟山湖區那個左側 然後到我們的衛魚區其實都一直都在 這個區塊到大老谷到我們的西湖保護區 都會在這邊繞 所以我們不管岸前 船前 都有機會可以看到 不過船前目前看到的機率比較多一點點 OK 北側花園我們去看主要 如果不是曼塔還有看什麼 它主要的話就是一個非常入門的潛點 它的深度從六米到二十一米都有 然後它還有一個交斜坡 那從交斜坡上面它也可以去看花園曼 對啊 從沙滴三不交 所以是很平環 而且在那邊是比較靠裡面 所以它的流框比較不會這麼的大 對啊 所以很適合初學者 所以北側花園其實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所以同時還有Manta 然後如果有時候出水口 有時候它也會出現 或有索魚群 然後也有Manta出現 對 最近都有看到 我覺得那個出水口的那個索魚群也是 我最早看到那個索魚群的好幾年前 還是小隻的 最近很大耶 對 然後不大群 現在變成超大群 而且有時候 就是上次最後有些也沒辦法 有時候它會分成兩群 對 它會 而且它種類其實會有不同種 對 它從同一種的會在一起 對啊 有時候拍的時候 欸 這一群 然後有時候裡面可能會有 混進去的 對 會有混進去的 對 會有混進去的 然後有時候那個 一個比較深在水底下 一個比較淺 對 比較高 而索魚其實拍起來很漂亮 對啊 可是它因為可能身體會反光 所以拍攝起來會比較 可能錄影的方式會比較影響一點 對 那出水口那兩群 那一群索魚其實蠻穩定的 對 固定的 都固定的 所以他們現在有人叫出水口 叫小西巴丹 對啊 蠻棒的 所以其實出水口啊北側 都是有機會看到Manta 對 然後當然還有其他的生物 那Manta除了這兩個 它還你說它最遠還跑到南灣 最近像今天 昨天在南灣也有看到 昨天他們有人跑在南灣也看到 所以其實整個目前來說 肯定的保護具裡面都有機會 可以看到Manta 那現在像 潛客去那邊 你要大家去看Manta 你會怎麼樣安排 目前來說 像我們有跟半導航人 他們有合作過幾次 然後我們的方式可能就是 他們用包船的方式 我們整團就 單純為了看Manta去尋找 那我們一開始可能會用 我停在一個點 你們可以先下水玩 等你先潮汐到了之後 那我們潮汐到了之後 其實再不斷地會在水面上做瞭望 會申請 那我們可以用空拍機的方式 來去做尋找 那其實在空拍機能見度好的情況下 尋找Manta其實是非常快 因為可以在水面上 就一個影子這樣飛過去 其實很明顯 對 非常很明顯 對 我們試了幾次 然後就拍到就是跟著找 所以這樣還滿快的 那最主要是要注意 我們在看到Manta的時候 我們船隻在移動的時候 要非常非常慢 幾乎都是代數前進而已 就避免去碰撞 對 然後可能太大的影子聲噪音 其實Manta有時候要進一下 對 所以這就是變成新的一種行程 就是專門針對Manta的 對 去尋找它 然後跳 可是這個其實如果在水面 就相對的就不一定要跟錢那麼深 對 那不過我們多半還是希望 至少你要有一些 你至少有可能Level 1的徵兆 對 然後會有一些基礎 不然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當然你如果在船上看 當然無所謂 可是如果你要往下水去拍攝 或是想要去看的 你至少都要有水費徵兆 或者是你要有之前的 最少最少的Level 1 你要有一些基礎 才有辦法去看 所以像這樣你都是用 你們都用水費比較多愛自己嗎 目前都有耶 那水費的話 他們就可能第一支前往 跟第二支中間的水面休息 我們會特別的去繞一下 反正我們可能要休息 40分鐘到一個小時這個期間 所以可能就會 在那個區塊繞一繞 有看到他們如果有想下 我們就會船慢慢的接近 可以跳了 他們就會跳去看 就變成用那個 膚淺的概念 對啦 膚淺的方式 所以現在船淺都要提醒他們 一定要帶麵筋呼吸管 對呼吸管 看到的時候就要有膚淺 看一下麵筋 反正他也在水面 當時有人整群沒帶 然後追了 那有有有 不行有不行 船死了 結果就全部上船 大家都以為他 看他好像很近 看Manta油很清楚 對 他油很快耶 超快 你不可能追得到他的 他可能翅膀動一下 就不見了 對 不可能 就算小烘魚都追不到 對啊 都太快了 所以這個是比較 初階也比較安全的前提 對 滿滿安全的 對但問一下 最近水溫多少 最近水溫前兩天爆 突然爆了一個水下的寒條 爆了一個16 16度 16度 今天這兩天 昨天那天16度完了 隔天其實溫度就回來 就回來 剛好有冷水流進來 可是冷水流進來是好事啊 帶來一些豐富的營養引進 對啊 所以最近又回到20幾 大概都回 大概22 23 22 23 5米OK啦 對 那是大家的頭套背心 對 頭套背心 5米其實OK 對 其實我覺得冬天真的 因為人真的少很多 對啊 少掉陸地上的遊客 對不對 真的去肯定的人也少 因為其實風也大 所以我覺得潛水是還滿舒服 但就是出水面的時候 有戴個防風外套 對 真的很重要 因為你風 你身上防衣是濕的 對 你如果防風外套吹了 其實它就不會冷 對 就差很多 那初期的潛水很出 這張當然還很多啦 其實肯定潛水真的很多 我們剛才講的是 針對於Manta 然後再去擴穩擴充了 然後我們再往上 我們還有什麼 這幾張應該都是Manta的 對啊 漂亮 這是Manta 這很討厭的黃色笑語 他請追著他 對 我那上次這一趟的 每一張的影片 甚至這張照片 幾乎很多 超過一半都有黃色笑語 他油也很快 對 他就是跟著我一直 然後又一直擋在我的畫面前面 快被他氣死 搶鏡頭 太搶鏡頭 當天那一個下午真的是拍爆 狂拍 對 只是很可惜的是其實 因為漲造進來 所以底下 可能就還是會夾達的一些 這比較讓你看難過的畫面 對啊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要減塑 對啊 所以這邊浮河生物真的很多 很多 那天每個人還有女生穿筆巾下去追 然後上來就是一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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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這要非常大的影響 所以當天水溫26度欸 不會冷欸 26難怪他穿筆巾 22 25 然後我們覺得都不會冷 然後上來每個都挖挖膠 被打得到處都是 對啊 他真的是 你看他在拍一棟翅膀的時候 真的會有很那種很感動的感覺 對 對 還會繞圈圈 比經理所見 對 那真的很猛 那那一天能見度 那一天到這個能見度 大概在八米左右 八米 對 下一個我們要講 這一個 中榮劍 中榮劍 中榮劍其實我沒有去過 但中榮劍那個已經算高階的 超高階間店 中榮劍他最 他其實跟中榮劍很像 不過因為他的船本身沒有那麼高 所以他一坐底 因為那邊的深度跟中榮劍一樣 最底大概就在48米 可是比較討厭的是 中榮劍在坐底的時候 他的劍橋比較高 所以他可以從26到48米這個區間 但是中榮劍他本身他的主要的功能 現在是坐在坦克的 對 那他的坐艙可能就是從低層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這個最上面 這個地方 大概就是這邊就40米 這邊就40米 這邊就40米 所以他這個下來 然後他整個是一個很平坦的一個艙 然後他底下一個門 可以打開坦克 然後板子放下去坦克 他就會這樣 所以這個是頂了 對這是頂了 所以這邊就40 這邊大概在41 42 OK 他的深度做得非常 我覺得啦 台灣的魚膠其實 軍艦膠來講 他的深度如果做在更漂亮的地方的話 其實對整個觀光效益會非常 可以比較好 可能更好 那如果單純魚膠 反正就沒差了 對 單純魚膠 因為這個深度 以我們來說 你可能40米 我們就用28的羔羊 對 但是你在深或者是在游動的時候 可能就很容易有蛋追 甚至有眼中毒的情況 其實他已經超過休閒潛水的 建議深度了 因為休閒潛水最大 一般講30米 但比較超過40米 所以他其實就是讓大家 其實我自己也沒去過啦 我們那時候最多就是去到中正劍 但中榮劍我有聽說過 他有一群那個捷克 對 這是中榮劍他的最前面放坦克出來的 坦克上的坦克 那他其實他那時候在爆破的時候 有把艙門打開 所以是我們可以從這個艙門鑽進去 對 不過這個地方已經在事實了 所以這邊的話 其實會比較建議 可能有上過技術潛水 對 可以去在那邊做探索 那這一群的捷克魚群 他其實都固定在中正 所以跑到中榮 他都會固定在這兩艘船左右 因為 這一群很大嗎 很大群喔 而且我發現這邊可能 因為長期能見度不太好 所以那個魚都笨笨的 就很容易接近 對 他也不太怕你 所以他有時候會游到中正 然後有時候都固定在中榮 那有一群海狼群 上次有前科下去 他說看到海狼群 那他主要都在中榮呢 中榮比較多 對 那主要是因為我們都 多半都在休閒潛水嘛 所以如果是整團有激素潛水的 你可能就包船的方式 因為你要就計畫潛水 所以可能整團激素潛水 你去會比較影響 對 多半我們還是前中正間比較多 對 中榮是真的不建議休閒水去啦 因為這真的是激素潛水的潛電 但他的就是比較特別 然後另外一個是車程 因為中正跟中榮都在車程外面一點 兩艘大概距離應該不到200公尺 對 那他剛好那一代其實 你說水要多輕其實很難 只要有起流 能見度就不太有那麼理想 因為他主要他的底質環境 他是淤泥 所以你要像貝殼沙那樣的清澈 其實還是有點難度 你最好的能見度你遇過多少 25 我從水面就可以看到架子台電端 25米 真的 也太好了 前一個月我們有去 那一天大概只有15米的能見度 15米已經很好了 那一天真的還滿不錯的 25米這真的是 可遇不可遇 可是我們今年的第一趟中正間 能見度大概只有3米 就滿糟 整個就是綠色的海這樣 那3米下去其實已經快看不到 沒什麼好看的 可是艙內裡面好一點點 對啦 艙內裡面畢竟不會有那麼多外在 可是手電筒打開 只要沒有人把它踢混 其實就還好OK 這個是不是中榮嗎 對 這是中榮它的船頭 船頭的部分 捷克 這也是中榮 中榮它其實一開始早期的沉船 它都放了滿多的像這種電感膠在裡面 所以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一些 空間 因為這邊是魚膠 所以這邊滿多人在這邊釣魚 所以會有一些魚線 在這邊牽水 其實要特別注意 要特別注意 所以它這個是電感 那這個是中榮的船頭裡面 所以它其實能見度 這個能見度大概有大概在10米左右 所以還滿棒的 但是當天也有陽光 我們上次有一次去綁前點的時候 那陽光是完全透不下去 我再40米跟夜淺一樣 我跟晚上 對 所以這樣是很棒的 有點藍 對啊 還有一點藍 所以就是看一下狀況 接下來那是中榮件 對 這是中榮件 我們該先看一下 這圖書是那時候你畫的 那時候我們去玉潔畫的 那這支應該斷成兩階嘛 對 它斷成兩階 那所以我們現在的駕駛台 也是綁著我們的前點嘛 整艘船整隻的潛水方式 我們都不然是一直走船頭 一直走船尾 那因為它整艘船非常大 那我們可以走 可能有這一層的艙間 我們最多可以走到38米那一層的艙間 我們現在的路線大概可以算到 就是我們從這邊駕駛台回來 只要我們的面積一下時間還夠 對 我們可以從這一層的艙間 一路從裡面開始繞繞繞繞繞 最後再從駕駛台出來 所以會有真正這種乘船千歲的感覺 對 卻有鑽那個船艙的感覺 它唯一不好就是真的深度比較深 所以我們其實面積它時間都蠻少的 這比較可惜 就能逛的時間不長 對啊 就是大家其實都還有氣 結果 欸 時間不夠了 因為我們還有第二階 對 我們主要逛的是這個 船艙的這個部分 比較淺這一塊 比較適合休閒前去處理 那斷掉的另外一節跟它離很遠嗎 大約在20到30公尺 其實沒有很遠 它是斷斜的 因為它那時候爆破的時候 它這邊主要是載小艇的嘛 所以它爆破的時候斷 它直接爆在這個小艇艙的位置 所以這邊相對於整個船體結構 是它比較薄的 所以下去的時候 它就整個斷成這樣子 OK 那其實這邊很漂亮 這邊當能進度好有光線的時候 因為它本身上面是有鐵網 所以會有光灑下來的對不對 透過的光束 對 透過的那種感覺 那在這個艙的甲板的頂端 大概在34到35米 那最底下當然是48米 可以從這邊穿過去的感覺是很棒的 我們之前有去探勘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走過去 然後有時候 上次捷克就在裡面 然後有時候在這個艙內 會躲大石板 對 我那個石板真的比我還大隻 真的喔 真的有看過好幾隻 很大隻 多嗎 大概就是個體 大概有兩三隻 可是它不會在一起 OK 有地獄系 對啊 很大隻 真的很大隻 那邊深度真的太少了 對 這邊應該 水有點淺水還是有點難度 難 這邊比較難 對啊 所以船頭比較淺 船頭大概在36 那這邊大概36米 那這邊的話我們的劍橋是26米 如果你看到如果整體它的深度 我們少10米 那就變成我們在劍橋部分 可能就只有16米 所以就會很好淺 對 對啊 其實這個那時候白書拍的 真的很有感覺 它整個船頭 就是真的像 你真的可以拍出天台 你好的感覺 很像 尖 對啊 它船頭有 那現在其實魚變多了耶 我們那天去魚變滿多的 其實那一天我們下的 也算不錯 只是上面風浪不好而已 風浪不好 那是真的是跑過最大的一次 對 你們 對 對 就是搭配那時候 中間其實你算很早 第一個去跳 第二批 可是第一批比較少跑 可是因為他們一開始 都沒有建立潛點 那像我們的習慣包含了從 為什麼會讓肯定連 Open Water都可以去傳潛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們有建立了下潛神 那有服務球有下潛神 所以你不管你Open Water 進階身更高 你可以抓可以不抓 這個東西為什麼要建立 是因為你就算有下潛神 那 就算沒有下潛神的情況 沒有下潛神 那你傳潛要下的人就會 對 因為你可能要跳跳跳 後面的人再過來跳跳跳 所以為了改變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們 治理我們自己掏經費 做了這些下潛神 中正健其實如果沒有下潛神 他那邊茫茫大海 你一騷船其實也真的不好找 變成每次要下帽 那 這個勾久了其實他也會壞掉 對 所以對整體來說 破壞也是蠻大的 對 所以像有下潛神 你就順著倒神下去就好了 對 你就可以下潛神下 那還有一個 所以下潛神最大好處是 如果今天的流很強 對 那你下潛神勾不上來代表 他可能真的不適合潛水 沒錯 所以甚至我們就算掛上來 我們可能會在等流停 那我們再下去會比較理想 所以中正健也是算 我們其實說中榮界 是算技術潛水的地方 對 中正健已經是休閒潛水的快極限 對 那邊在那邊強流的時候 真的也是會飛 對 那邊也算是高級潛艇 我覺得算中榮 他最大的問題 流不到還好 他最主要是深度省 可能會有淡水 跟楊宗鵝的情況 所以 前半跟前半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當深度大的時候 其實 你就特別要注意你的參壓 跟你自己本身的身體狀況 對啊 沒錯 千萬不要勉強 不過不然的話 中榮界是蠻值得去逛的 我覺得至少都可以去 因為他算是目前所有軍艦漁橋裡面 最完整的一艘軍艦 你從後壁壺開到中正健要多久 從後壁壺開到中正健 那邊大概在十八海裡左右 比七星還好遠 所以我們如果好像 比七星還遠還遠 遠很多 我那天還特別拉了一下 我中正健來回 我可以從墾丁開到小琉球三堂 是喔 我那天我們在算航程 然後就 原來我那天再多開一個中正健航程 我就到小琉球了 真的耶 來回剛好到小琉球 距離幾乎一樣 接近啊 所以我們如果航程十八海裡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左右到 一個小時 對 往返要兩個小時 往返當航程大概就兩個小時 那我們中間休息一個小時 所以通常我們去前一定請人兩隻啊 對 一定請人兩隻啊 那除非是可能開到一半 風浪不好 可能再提前折返 因為你到那邊沒有辦法下 其實到那邊也是白下 太去 那中正健比較適合下的 有沒有季節的分別 主要是東北季風起之後 它用冷建度 因為它偏向背風面 所以就比較適合中正健的開始 那太早 東北風剛來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還沒有清 西邊的話 從夏天它其實 冷建度就不太固定 就不好 對 那可能又有颱風啊 又有浪啊 其實都會影響到那邊的冷建度的情況 那目前大概過了十二月 其實冷建度它的 就是變成比較 平均值比較好一點點 所以可能都是十二月一月以後 我們再開始安排 中正健會更加的影響 所以等於現在 其實差不多進前期 對 現在其實差不多前期 那什麼時候結束 就是等到西南季風 開始的時候 那邊就差不多 起南風的時候 只要那邊有西有南風 其實冷建度相對 也會比較不影響 所以這樣講起來 其實河界山海這一帶 在這個時候也都是很棒的時候 對 都沒有 應該說從西岸的話 就是最北我們可能就潛到山海嘛 山海 萬里頭 這些地方到河界 然後中正健 然後甚至於我們川阪石 香蕉灣 這些都是可以 使用冬天去做潛水的一些潛水 都是比較被封的 對 都是屬於被封面的 出水口其實也算 出水口它可以受防波體的影響 那個排水口 它旁邊是這邊內灣區 還是可以稍微去擋到 可是前一陣子 就有些人比較可能 踢出去一點點 可是上水面流比較大 然後你如果回來的時候 沒有那麼抓準你的殘壓 可能會被摘出去的問題發生 就因為出水口很多人下 然後都是按潛 對 你按潛下你要真的要 你要知道你要回來 對 你要計算好你要回來 對 可能殘壓沒注意好 對 還有大家要注意就是 水面踢洞跟水下踢洞 是兩件事 沒錯 你水面踢會累很多 因為水阻還是比較大 對 所以你有時候 你自己算殘壓 不要想著說 沒關係我從水面踢回來就好 沒有 你其實真的要算好 你去回 盡量就是去回算好 然後上來還有 保有你的那個 那個五十八的 剩餘值 至少回到出水還是要五十八 對 出水五十八 就是比較安全的錢吧 特別是安全 我覺得按潛 你如果回不來真的很麻煩 對 所以夏月 現在有些按潛都在福利台 對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注意這個 那接下來我們講這個 這個潛點呢 就更厲害就是七星妍 七星妍的部分呢 我已經跳很多次了 而且我七星妍每次跳都跟你一起 對 一定有 每一次去一定有強流 可是還好耶 還沒有到真的 上一次比較強 十一月那一次 對啊 那個還不強喔 很少十一月跑七星妍 真的是運氣真的很好 你七星妍都 七星妍是幾月開始嗎 正常都三到六月而已 三到六月 然後冬天再跑七星妍 其實很難揪團 因為你沒有辦法確定天氣 那很常就是天氣好 臨時要跑 整個就變成這樣子 可是七到六 你說是幾三到六 就等於南風還沒起 東北風停 對 對 那時候 對 可是那時候的流也是一樣這麼強 主要是很多人會 盡量避免大潮去 可是我們這樣看起來 其實有時候大潮不見得 在如果我們去的時間隊 其實不見得流那麼強 反倒是長潮 就變成當天只有一次潮的時候 我們會比較避免安排 在一次潮的時候去七星妍 因為我們去了很多趟 那每一次長潮 那個流都流不停了 甚至比有時候大潮去 還流太強 我們甚至有大潮沒流的時候 或是有遇過 其實七星妍這肯定也是高級的前典 那它跟中正劍不一樣 它是水清 幾乎都是清的 然後呢 它不在於深 它在於流 它在於流 它的深度可能沒有中正劍那麼深 我記得那個深度大概有到30嗎 有 它那個波崁下去其實可以到50 可是因為 我們不會到那麼深 因為你看到鮪魚啊什麼 其實都在那個30幾米 頂多在35、34 然後就在這個峭壁面這樣游過去 那邊游過去瞪 對 其實就會比較容易看到 你下那麼深 下面大概在38、40的時候 我曾經有去探訪過 那個海上真的是長得非常的漂亮 真的長得很棒 你說是那個 往下的地方嗎 那一次有一次我們有去 那邊整個其實狀況真的是蠻理想的 可是因為深度深啊 就比較不會帶客人去那個位置 對 它當然其實就很像我們去那個 馬爾蒂夫 馬爾蒂夫有時候它也是一個這樣 斷 全斷崖那種概念 然後當然像一個水稻一樣 然後大雨都會在那個水稻來回 其實我覺得七星的地形 有點類似這樣 那我們當然不會到水稻裡面 我們其實在水稻上面 所以我們是順著那個斷崖的上面 那邊一直 那邊其實就比較重要的 比較可看就是那些 過路的這些大美人 每一次可能都不一樣 因為甚至我在那邊有看過 Eagle Ray 看過垂頭沙 對我知道 我們都有看到你的貼子 哪都覺得為什麼不是我們 所以就覺得其實肯定的生態 真的很棒 滿足了我 還沒有出國以前 在那邊看到所有大家出國 對其實你要看的 很多那邊都有 像七星岩這個地方 那個水稻你看過垂頭沙 然後我們是捷克魚群是都會在 然後鮪魚 那鮪魚真的很大隻 那個眼睛 對 然後那個狗牙鮪魚 整個都搖牙 然後就是過來 還會再游回來認你的 對不對 我覺得那邊應該也有更多 鯊魚一定也很多 鯊魚有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看得到 有時候看不到 對啊 因為就是 有時候會游過來 會游 它都在移動嘛 它甚至還有大隻的那種GT 也是會有一群一群 它會再比較靠七星岩的主膠盤 而且GT我每次在水裡遇到它 其實它都不太鳥你 因為它夠大 對 會到你說 你是什麼賽事的東西 都會 都會掉頭回來 有時候回來看一下 對啊 回來看看你在離開 對 它不太會看到你就會跑掉這樣 對 那七星岩 要注意就是 它絕對是高級生年 而且 它是在茫茫大海裡面 它不是在岸邊 所以呢 它整個那個流期的時候 它就是帶著你往海裡面跑 對 所以我們對潛水員來講 你就變得很重要 除了潛伴制度之外 你的殘壓 然後你對流的那個熟悉度 就是你怎麼樣控制你的身體 這個就變很重要了 對 這個最重要在七星岩那裡 其實 每一次的下潛 然後你都跟它像剛剛白書說到的 潛伴制度 對 以及因為它那邊隨時會有可能 不同 深度層會有不同的流 所以有時候可能 這邊哪往南 那邊往北 在水面往南 都會有這種情況 對 所以在當刀錢的時候 你需要去判斷現在 你應該要怎麼走 而且 因為地形還有你們所規劃的路線 跟船長所說的 然後你們可能去做安排的時候 主要還是要一大團隊去考量 對 甚至你計畫改變的時候 你第一個時間點 就應該要把福利帶打上去 讓船知道 欸我這個時間點出現福利帶 代表我可能計畫有變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去做一些改變 讓船知道 我們可能現在往別的地方走 其實一定要找熟悉這個海域的 像我都每次跟你去 因為你們太熟了 上一次我們去的時候 其實你記得我們第二隻的時候 其實是被沖散三群 對 那我們第一群上海之後 其實還有兩群在水下 然後他們幸好 他們也都打了福利帶出來 所以船上可以很清楚看到 另外兩群在哪裡 對 所以當我在接另外一群的時候 我另外 就像那魚把還會一直盯著另外一群 對 就這邊上海之後 還知道另外一群在哪裡 就是船長 在你接到人的時候 在還沒有人到期之前 船長最重要的職責 他可能要去瞭望 其他還沒有上來的區塊 對 看到這邊有福利帶 那邊有福利帶 他還是要去注視著他 確認是否OK 對 而且那一次我聽他們講 最後一群上來說 因為那邊有時候有漁船 對 那漁船看到他們上來 就在那邊等 當地的漁民其實很熱心 但是看到有潛水科 那可能因為我們 我們一次就五隻樓梯 對 我們沒有辦法一次全部人上來 那他還是會用無限電跟我們講 對 欸這邊有潛水的 我們會回FU他 喔我們是有看到 等一下過去謝謝 這樣子 然後他們還等著你們船過來 他才離開 對 所以跟他還是蠻友善的 對 蠻好的這樣 所以在七星的那邊 就是你一定要有那個經驗 對 然後我覺得預留就是這樣子 不要慌張 其實我覺得常常 前九年後你就知道說 其實不是留在可怕 而是你陪你 當你慌張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不對 嗯 因為其實在所有的 任何的水下的一些事故 它不會單純發生一件事情 就會導致這件事情的發生 對 都是很多東西加展在一起 才會有的 對 所以找對潛電 找對操作的熟悉的 然後不要自己這樣 覺得說跳到水裡就可以 沒有沒有那麼 那個就像你講 有時候流的方向也不一樣 對 但七星的我是覺得 是肯定非常值得去的地方 我覺得一定要去過一次 可是因為它可遇不可窮 所以就是你時間安排啊 然後整體還是要去做規劃 天氣要適合 這個一趟是你刺激海裡 十二海裡 十二海裡 所以你說比中正街還近嗎 對 還在近 十二海裡其實來回 我記得一趟去 好像四十分鐘吧 嗯 船如果照順順的開 大概在四十分鐘左右 左右嘛 對四十分鐘然後到那邊 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那邊的特色就是 我講的 永遠水都很清 嗯 大概都有蘭嶼蘭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清 每次去都很清 因為主要是還是在大流去啊 三養交會的地方 對 所以我們就算這有高級前點 那肯定還有沒有什麼前點 你覺得如果 比較介於這兩者之間 高級跟初級之間 初級跟高級之間的話 我覺得河界跟頂白沙 是一個蠻不錯的地方 河界會比較好 頂白沙是 頂白沙就是在我們白沙灣 但它的右邊靠北邊一點點 有一個礁盤 那整個區塊 它底下有海邊林 然後還有一個新洞 愛心型的洞 從水面上十幾米穿下去 變成十幾米的地方 那可是那邊 如果要去七星岩之前 我覺得可以去那邊體驗一下 因為那邊的流 有時候真的也是非常的強 只要在那邊沒有問題了 相信在對七星岩遇到流的時候 你可能不會這麼的荒萬 對 會比較適應一點 那河界沙船其實現在 每天都會不斷的 不斷有人去 那河界那邊晚上 白天前 夜前 都會有一些蠻多小東西的啊 一些不同種的海坡 那河界沙船 因為它離岸 大概才不到兩百公尺 所以踢過去 只是因為它中途的深度 你可能到我們 因為我們也有綁繩子 從我們毛泊的那個 船的下潛點 到河界沙船 你可能中途的深度 都在二十四到三十 所以你要有的深度也比較深 所以你一定要使用高氧 相對來說會比較逼向 我建議去河界 去排骨的話 還是穿錢啊 因為其實我踢過 這個 你說兩百公尺 其實你踢來回很累 還是很累 而且你還是好奇 對啊 還有很重要一點 是上下的問題 上下河界那個 真的不是很好 不是很好上下 那個很鋒利你知道嗎 客到就好 然後你只要稍微起浪 你真的上不來 在那邊爬爬的人 真的上 我曾經有過就是 沒有辦法上來 直接上別的地方 走廟 飄到哪裡去我也忘了 放到土地公廟還是那邊 反正 反正我覺得就是 我排骨真的是有點距離 我覺得 真的要去潛排骨 我覺得還是 而且有深度 所以我覺得還是船也比較粗 但現在河界那排骨 生物還好嗎 它中西其實一直都還蠻豐富 那關刀群跟它的 細琳胡椒雕 其實一直都有在那邊周圍 所以你去那邊不僅僅 你是可以拍小東西 你還是可以拍到一些關刀群啊 還有一些胡椒雕 在那邊的生態 其實都還蠻棒的 上次我們去拍的時候 其實那一群胡椒雕 不太怕人 對還是在那邊 還是在那邊 對啊所以是還蠻棒的 所以肯定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去啦 我覺得真的要講肯定 真的講不完 就是每一個前點都要拿來的話 我覺得真的很多 反正大家就是可以找時間慢慢去體會一下 對啊 那我覺得真的建議大家就是 避開夏天的這個 夏天因為其實學課程的人也多 所以變成我們的傳班 可能會有些 可能就要佛給一些初級的人 對 那今年下半年度可能就 因為我們在重新製造 在整理 所以可能會做出一些市場上的區域 不錯 我覺得 夏天是適合初學者 訓練 然後初學去學習 那你真正要體會肯定的水下 我覺得秋冬春 這幾個季節其實還蠻適合 因為中秋結構過後 只要台北不能遣 很多人就開始自網路高 對啊 台北現在真的很冷喔 二十度以下又有浪 主要又有浪 對啊東北風那個 那個真的 就不是那麼建議 所以我覺得到南部啊 肯定小流球機都還不錯 今天謝謝我們 總監來跟我們分享肯定 下一次呢 早一天我還沒有去看漫堂 好等你等你去 對對對 我要去拍漫堂 沒有問題 我們下一次再來聊聊其他的欠點 好不好 謝謝 我們下次見 拜拜